袁春旺,《言喜攻略》剧中一个绅士可怜但行为却可恨的可怜人,一个极度自卑导致极度自尊的人。这个角色是《言喜攻略》当中的大反派,也是一个颇有争议的焦点。 后期的《言喜攻略》剧情推进,几乎全靠袁春旺的阴谋诡计,蛇诗曼扮演的季后,被他缩摆着一步步走入了悲剧结局。 大结局当中,太后为何不杀袁春旺,也成了观众们讨论的焦点。原本太后否认了袁春旺是先皇的私生子,皇帝下令将袁春旺凌迟处死,但太后却着急阻止,留了袁春旺一命。 随着昨晚大结局播出完毕,不少观众甚至认为活到大结局的袁春旺比已经下线领和范德尔秦更令人讨厌。 魏英落合袁春旺,对袁春旺的不喜欢,上扮演该角色的演员王冒磊也被骂惨了。 昨夜大结局播出之后,王冒磊今天凌晨关闭了自己的微博评论并写道,因为被骂太惨了,才发现自己内心没那么坚强大。 所以暂时关闭评论。 此前,在延喜攻略播出期间,王冒磊的微博评论区一直都有翻五千条的网友留言,其中不凡看了句,被袁春旺系道于是跑来王冒磊微博泄愤的人们。 这正是,看三国掉眼泪,入戏太深啊,本来王冒磊求声誉已经很强了。 他自己早就屡次发微博自黑说,袁春旺为什么还不下线,还将剧忠贞而给袁春旺洗脚的戏份称作足疗。 要办卡,奈何袁春旺这个角色,黑化之后,着实是令人咬牙切齿啊。 实际上,1994年凭借电视剧《贺龙入行》的王冒磊,已有24年表演经验,一直有黄金配角之称。 虽然在延喜攻略剧中看着年轻,但他1976年出生,今年42岁了,中戏导演戏毕业。 他曾凭借《红尘》等剧中传神的表演,于2010年获得了代表化剧界最高权威的军师奖。 当年与他同台领奖的,还有冯远征、袁璇、陈小义、周野芒等公认的演技派,王冒磊已扮演反派出名,留下不少让人印象深刻的角色。 比如于正版神雕小旅当中的赵志敬,比如军师联盟当中的汉陷帝,在美人未献礼,他出演了患有精神分裂症的朱教授,在三种久然不同的人物状态里切换自如。 而《言喜攻略》播出之后,网友们对于留于袁春旺这个角色的争议,其实主要来自王冒磊的表演方式,他面白的话剧香,以及为了演绎一个变态型的反派,他表演中的夸张成分,都是观众们讨论的焦点。 有观众认为袁春旺用力过猛,饰演惯了舞台剧的王冒磊用力过猛了。 一位观众说,袁春旺本来是一条艳丽的毒蛇,却误被诠释成了烂蛤蟆。 但是,袁春旺这个角色在《言喜攻略》中刚上线的时候,由于人设计可怜又无助,可是博得不少网友欢心,叫他袁哥哥的,随着弓斗的白热化,他才因为极度压抑导致心理失常,从人变成了鬼。 被判魏英洛,设下种种机关陷害了五阿哥,四阿哥,诱导红咒魔法,下毒害五阿哥和魏英洛,最后机关算尽,自己也疯了。 因此,也有不少网友认为袁春旺是全剧演技Top级别,角色的变态全靠演技加成。 那么多观众入戏,足证他的演技带人入戏了。 对这么一个悲剧人物,王茂磊在拍摄时吓得是死功夫,有一场罚跪了一整夜的戏,开拍前,他实打实的跪了半个小时去候场,大夏天的全身大汗淋漓,我必须感受那个肉体的痛苦。 当时为了找到人物真实的感觉,膝盖上连护具都没有绑,拍一场挨打戏的时候,旁边的群眼打得不够狠。 他要求群眼打得重一点,你下手太轻了,你得狠一点。 在他看来,袁春旺是他作为演员的职业生涯里,可遇而不可求的一个角色,突兀,充满力量,跌荡起伏。 对这个角色,他事前做了很多功课,很多预案,我不是那种特别有灵气的演员,他会现场去反映。 我比较拙,习惯于提前做预案,尤其对一个这么重要的人物更是如此。 至于袁春旺对魏英洛的感情,王茂磊分析说,是爱,是战有欲,袁春旺是得不到就要毁灭。 但复衡的爱,是得不到,可以牺牲。 这就是对比,什么是爱,爱是牺牲,也正是在王茂磊如此精心的功课准备之下,袁春旺终于脱颖而出。 环珠宇宙的四大反派聚集,容嬷嬷、华菲、尔晴、袁春旺,告诉我,这四大反派,哪一位让你最恨的牙嚷嚷? 叨叨涛文艺原创文章,今日主笔,演乐。